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香港问题爆发以来 北京呢 它一直是被动的观望和拖延 它一直没有拿出一个主动的解决方案 而根据香港南华早报 昨天7月18号的最新报道 就是有知情人士啊 透露消息说啊 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呢 目前正在制定解决香港 这个政治乱局的一个策略 他们已经排除了动用军队 来解决的可能性 据说呢 这些官员呢 很快就会向中共的最高层领导啊 提交两份所谓的计划报告 第一份呢 它是在解决当前香港政治动乱的 一个短期的计划 另一份呢 是要改变香港未来管理模式的 一个所谓长期的战略计划 那么香港南华早报 这个报道如果你粗粗一看的 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所谓很特别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其中啊 其实透露出来很大的政治信号 这就是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权力 正在消失 中共呢 正在回归集体领导的模式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因为中共党内的所谓政治潮流啊 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那在习近平2017年 中共十九大上 他建立起来个人独裁之前呢 中共党内的政治潮流啊 其实它是呼唤政治强人 他们就希望中止过去那种叫做 九龙治水的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他们希望有一个强人处来建立一个强人的政治体制 但是呢 现在那个中共党内这个政治潮流就变了 他就变成要呼唤回归过去的集体领导体制 他们希望终止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体制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在2017年十九大之前 中共党内会出现那个呼唤政治强人的 那么一个政治潮流呢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在这个习近平2017年 在这个成为中共的一个独裁领导人 他在摧毁这个集体领导体制之前的 其实啊 他在建立这个个人独裁之初呢 是得到中共党内不少人的支持 因为呢 过去中共很多人 他对这个集体领导啊 他也很大的不满 觉得这种所谓的九龙治水的模式 就是互相扯皮啊 谁说的也不算 他的决策效率太低 最后就造成一个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 这么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所以当时中共党内包括中共的高层很多人呢 都觉得这个集体领导啊 好像问题也很大 他们就希望啊 中共能够出现一个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 能够改变当前这个集体领导的模式 他要用这个所谓政治强人的铁腕来扭转这种什么互相扯皮啊 九龙治水啊 死也说了不算 这个所谓决策效率很低的问题 他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这么一个不好的状况 那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中共党内的政治潮流下 他诞生的 所以呢 当初中共很多人并不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啊 甚至有人认为习近平搞个人独裁 个人独占大全是一件好事 他可以克服那个所谓的集体领导的那个相不扯皮 谁也说了不算的那个很麻烦的 就是效率很低的问题 他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带领中国啊 走向一个新局面的那么一个强人的领导 所以呢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实现个人独裁 其实跟当初党内有一个政治潮流 就是否定集体领导呼唤政治强人 这个政治潮流啊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说到这里呢 就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了 就是到底是那个集体领导的体制好呢 还是个人独裁的体制好呢 那如果按照中共自己说的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 就确立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之后 到今年2019年啊 差不多也快两年了 那么我们看这两年 习近平搞的这个个人独裁体制的实践 那么他搞的怎么样 我们正好可以和过去啊 中共这个几十年的集体领导 做一个参照和对比 我们用实践来证明 这个集体领导体制好呢 还是个人独裁的体制好 那一个国家的整体情况的好坏啊 可以说取决于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这个就是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从最最基本的三个要素 就是经济政治和国际环境 来对比一下这个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好呢 还是过去那个集体领导的体制好 我们先从经济上来看 习近平进行这个个人独裁这两年来啊 中国的经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是每况愈下 那上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GDP啊 是创的一个历史上的新低是6.2% 可以说是30年以来的最低的一个成长率 这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个人独裁之后 中国的经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是恶化了 这点呢 大家都是公认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做结论说啊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个人独裁体制不但没有任何成功之处 反而还不如过去的那个集体领导体制 我们再从政治上来看 习近平进行个人独裁之后 那中共官媒啊 一天到晚都充斥那个所谓令人厌恶的 对习近平的各种个人崇拜的吹捧啊 这是一个中国政治的大倒退了 因为中共自己在1978年 他也做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一个决策 可是呢 现在习近平又把一度已经消失的个人崇拜 又重新又复活了 这个在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进步意义 反而是政治上一个大倒退 同时啊 中国普通老百姓 他的言论自由的空间也大幅度的下降和倒退啊 所以说过去那个集体领导的时候啊 中国的老百姓也谈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呢 他们还有一点可以发牢骚的相对的言论自由的空间 可是现在中国老百姓这一点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也完全被剥夺了 这就是一个政治环境的大倒退 如果说你老百姓的言论空间的自由给减少了 那么如果你钱包里的钱如果多的话 就是经济上富裕的的话 那么你赏识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换到经济上的富裕啊 你还可以说得到一点点的补偿 可是现在呢 中国老百姓言论自由空间缩小了 钱包里面的钱也减少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结局嘛 我们再从国际环境来看 如果说习近平进行个人独裁之后 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 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那么这还算是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还有一点成功之处 但事实呢 却是相反 习近平这个个人独裁之后呢 中国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日益恶化 在国际上而四处树敌啊 特别是把最为重要的中美关系给搞砸了 又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甚至啊 有一个全面冷战的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是全面的恶化 那我们总结来说呢 就是习近平搞个人独裁之后 中国在经济政治国际环境方面都出现了恶化 而且还都是大幅度的恶化 那么这个实践检验的结果啊 本身就足以证明了 就是个人独裁这个体制 可以说远远还不如过去的那个集体领导的体制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个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就十分的完美无缺 这个集体领导体制当然也是必定很多很大 问题非常多 但是呢 个人独裁体制 它是更糟糕 问题更多 那么个人独裁体制 为什么那么糟糕呢 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这里先说一下中共党内这个潮流的变化 也就是说啊 经过了习近平差不多两年这个个人独裁的实践检验之后呢 这个结果就显示出啊 习近平独裁之后 中国在经济政治国际环境方面都是大幅度的倒退和恶化 那么在这个事件检验的结果面前 中共高层啊又开始形成另外一种共识 这就是呢 个人独裁比这个集体领导问题更大 个人独裁还不如集体领导 这个在中共内部啊 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共内部他的政治潮流啊就开始变了 就不再有人要呼唤什么政治强人搞这个铁腕独裁了 而是呼唤习近平啊 他的个人独裁不要再搞了 我们要退回到过去那个集体领导的体制 所以呢 现在要求回归到集体领导体制啊 已经说成为中共党内新的一股政治潮流 而这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政治潮流 那我们再回来看 就是上述的这个南华早报 关于香港问题的报道 那为什么说这个报道透露出来说 中共要回归集体领导体制这么一个信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篇报道当中的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那是中共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制定两份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 第二个要点呢 是这两份报告啊 要向中共最高层提交 那这种做法就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集体领导体制的做法 那个中共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 它的特点啊 有人就形容为九龙治水 就是说呢 每人分工负责一摊工作 也就是说 我只管我负责的这一摊 别人的工作 我是不去插手的 但是呢 别人你也不要来插手我的工作 那么这种所谓叫个人分工负责制啊 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的体制 可是习近平他搞个人独裁之后 他就破坏了这个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体制 习近平他就四处插手啊 那些不属于他分工负责的事情 他也要插手去管 就形成了一个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个人独裁的新体制 在这个新体制当中啊 已经不存在什么各个部门各个人的这个分工负责了 完全就是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由习近平随意去指定某个人去负责某个工作 比如说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按照这个中共他的规定这个分工负责的话 那应该是总理李克强 他是主管经纪的最高负责人了 那中美贸易谈判中方代表团的领队 当然应该是李克强嘛 可是呢习近平他却不顾这个中共集体领导的分工啊 他就随意指定他的亲信刘鹤 去担任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领队 就把李克强踢在一边没李克强的事 那我们再看刘鹤为首的这个中方代表团的成员 那按照北京政府的他这个分工负责的原则呢 那对外贸易应该是北京的商务部来扶管 那么这次中美贸易谈判 当然属于对外贸易领域的谈判了 所以呢中美贸易谈判 他的主要应该是由北京的商务部来负责 那如果说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作为中方代表团的第一号人物 那第二号人物啊 应该就是商务部长中山嘛 这样呢才符合这个集体领导的分工负责原则 可是我们看一下中美贸易谈判 中方代表团的成员 副总理刘鹤是第一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呢是中央银行的行长 第三号人物是发改委的副主任 第四号人物是财政部的副部长 第五号人物才排到商务部的部长 你看这些这个中国的中央银行啊 发改委财政部 他的分工其实都不是主管对外贸易的 所以呢这样一个代表团的成员 完全就不符合集体领导的分工负责原则 他是按照习近平个人的喜好随意指定 习近平指定谁也是第一位第二位 就是由习近平来指定的 那或许会有人说啊 那美国对外贸易也是商务部的负责吗 那么美国按理说也应该由美国商务部的部长来作为美方代表团的领队 那为什么美国反而是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来领队谈判呢 那这个问题啊 其实是因为美国他并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体制 他是叫做总统负责制 就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 那总统让谁当代表团的领导 那就是谁当领导 没有什么集体领导一说了 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总统他是需要一个独裁的权利的 但是呢 美国总统的独裁权利 他的时间有限 少则四年 多则八年 你总统就要下台 就要退休了 不可能出现美国总统 你当一个终身领导人 终身皇帝 这么一个终身独裁的情况 如果说呢 习近平你的权利也是有限的最长十年 那么习近平就是像美国总统那样权力再大一点 其实倒也问题不大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他要当终身领导人了 他要当终身皇帝 这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看中美贸易谈判 中方谈判代表的团队 其实就反映出来习近平个人独裁的特色 他想让谁当第一位 谁当第二位 完全是按照习近平个人的喜好了 他和中共规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是毫无关系的 而且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 他也只对习近平一个人负责 只向习近平一个人汇报 跟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和李克强他们这些人都没关系 如果按照机器领导的原则 那么中美贸易谈判这么大的事情 那在每一轮谈判之前的都应该召集这个政治局的常委 大家共同来商议这个谈判的对策 等到这一轮的谈判结束之后 他要把谈判的结果向各位常委汇报 听取各位常委的意见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看到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当中 说是习近平召开什么常委会 共同研究听取过他们的意见 我一听到过的一个传说 就是在最后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 在四月底的时候 习近平召开了一次常委会 对这个谈判的结果进行投票表决 这个投票的结果是4比3 就是否决了刘鹤的这个谈判结果 那我们且不说这个传说的真和假了 但这个传说本身也证明了 习近平他搞的就是一个个人独裁 因为按照这个传说 那各位常委事先都不知道谈判的结果 他们一直到最后一轮谈判 习近平才让他们看 这个谈判的结果是怎么回事 才让他们进行一个投票表决 这样当然完全不符合这个集体领导的原则 如果你要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 那么每一轮中美贸易谈判的结果 都要及时向各位常委汇报 那每一轮都要听取各位常委发表意见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事先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些谈判的结果 事先大家都已经进行商量和沟通过了 就不需要到最后一轮再进行什么投票表决了 我们再回到上述这个香港问题 如果你要按照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呢 那处理香港问题啊 就是应该由习近平个人来指定一个他的亲信 再由这个亲信呢来组织一个香港问题的团队 专门负责处理香港问题 这个由习近平亲信组成的负责香港问题的团队啊 他是只对习近平个人负责 而不是对整个的党中央负责 他也不用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这个就像中美贸易谈判了 就是由习近平个人指定他的亲信 刘鹤来全权负责这个谈判 刘鹤这个团队呢 他也只对习近平负责 并不是对党中央负责 那我们在现在根据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啊 这一次中共制定的香港问题的对策呢 他是由这个香港负责港澳事务的机构来制定的 而不是由习近平指定他的某个心信来负责这个处理香港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制定香港问题这个对策的上呢 就显示出来 习近平他在这个问题上啊 已经不再有个人独裁的大权了 至少这件事情不是由习近平完全由他说了算 那可以说香港问题啊 是中共当前最为紧迫最为棘手的问题 而且呢 香港问题也是越来越出现一个国际化的趋势 昨天7月18号呢 欧洲议会就开会了紧急讨论香港问题 他们投票通过了一份名为 欧洲议会对香港局势的决议这么一个议案 这个议案呢 就谴责北京对香港啊 不断的强化干预 又促请香港当局要全面撤回那个逃犯条例 要释放被逮捕的这个示威者 而且还要撤销对他们的起诉 并且呢这个议案啊 还呼吁欧盟相关部门停止对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出口那些警察管制装备 以及非致命性的武器 那北京对这个欧洲议会这个举动啊 当然是大为愤怒了 他们说啊 这个欧洲议会 他是对扰乱香港的暴力违法分子是壮胆撑腰啊 但是呢 不管你怎么说吧 这是这个欧洲议会第一次专门开会来讨论香港问题 这个呢 就足以凸显这个香港问题啊 已经越来越国际化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 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当前中共最为紧迫 最为棘手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香港问题怎么处理呢 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为一旦中共在处理香港问题上 如果他回到过去那个集体领导的办法来解决的话 那么今后啊 就会在更多更广泛的事务上 他们都要回归到集体领导体制 所以说呢 习近平如果在香港问题上 他不能保持他的个人独裁的权利 不能有他的亲信去完全包办这个香港的处理问题 那么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大权啊 就会出现危机了 那或许啊 香港问题啊 真的会成为导致习近平个人独裁瓦帖的一个导火线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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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